Hello,大家好,我是茶话师Kia,好久不见 今天用带果子的羊梅枝条和白色的少药 为大家做一个清爽的萧夏花艺作品 最近吃了好多羊梅 那羊梅酸酸甜甜的,很是生津止渴,何未消失 而旺梅止渴典故里的梅呢,就是羊梅 虽然吃羊梅有很多好处,但也不能贪嘴 吃多了很容易上火哦 红石最清枝,烂满照前雾雾的景色虽然很美 但这次选了还没有成熟的绿色果实 主打清爽和生机 那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曾经有经营私厨 经常会把一些食材放到花艺作品里面 比如南瓜,茄子,桃子,葱花等等 用的葱花不是切碎的葱花哦 是大葱开的花 后面的花艺影片里也有用到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订阅我的频道 勺药是大家比较熟知的中国传统名花之一 不仅色相姿皆美 还被人们赋予了很多意象还有品格 从节恩、定情到别离多情 它的花期是春末夏初 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 花室里的勺药品种也越来越多 一年四季都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了 这次选了白色的勺药 希望白色和绿色这个清爽干净的配色 在盛夏中带给大家一丝清凉 视频在端午当日上线 这里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请不吝点赞 文行 喝水 要不要乱 酸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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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音乐